副总统是否慎防蓝白合作 面对喊话 副总统赖清德没回应 他前一天到台中出席团解挺台湾餐会 会中提到2000年总统大选撒喀都 陈水扁靠国民党分裂慎选 2004年连颂和 台湾人知道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虽然有惊涛骇浪 陈水扁依然连任 赖清德的意思是否代表 要提防蓝白和的可能 蓝白会会和 站在民进党的立场 我们没有办法做比较好的确认 我们也是一样会接受恐惧 据了解民进党内评估蓝白和难度高 毕竟看看最新民调 蓝绿白撒喀都 赖清德以36.4%稳定领先 柯温者27.8%居次 侯友宜只有20.2%垫底 柯领先侯 蓝要整合白不容易 希望我们在业党 可以发挥最大的智慧 希望可以政党轮替 蓝白和不和未定数 反倒是柯温者民调下跌中 7月比6月下滑1.3个百分点 是三名参选人当中最多 民调调查时间是7.16游行后 仔细看三人女性支持度 蓝清德33.1% 而柯温者只有24% 反而还输给侯友宜 恐怕也是因为柯温者 昔日言论近期被挖出才导致 为了扭转烈势 柯温者将在8月5号成立台北姐妹大会 但能否挽救流失的女性支持度 恐怕态度比造势大会更加重要 三连新闻 华温华温博台北参谋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